黑衣人是影子,当然是影子。 他和范贤两个人悄悄进入东夷城, 与监察院的下属们安排妥当了一切事由之后, 便消失了。 范贤闯入剑炉的时候, 他不在那里, 因为范贤知道这位监察院的六处头目, 一旦看见四顾剑后,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而忽然间, 影子出现在城主府中, 出现在城主的尸体之后。 四顾剑今夜在屠城主府,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但不论人是活还是死, 只要他的肉身存在, 总会在阳光的下面生出阴影, 而影子便是藏在这些阴影里。 能够瞒过一位大宗师的感知, 能够这样突兀地出现在三人之前, 能够捕捉到四顾剑最脆弱的一瞬间。 影子, 这位天底下最厉害的刺客, 毫无疑问, 今天的修为已经提升至他此生最巅峰的状态。 四顾剑在轮椅上咳着, 咳出血来, 浑身颤抖, 身体微缩, 面色苍白。 一剑斩欺人, 让重伤之后硬生生拖了近三年的大宗师, 也感到一丝疲惫。 而最耗损他心力的, 却是轮椅背后, 范贤那双灌注了霸道真气的手。 从踏入城主府开始, 范贤的心意便与四顾剑向逆, 四顾剑极为强横的事实, 强行压伏范贤心头的意念, 然而如今的范贤毕竟是位酒品上的强者, 四顾剑杀人之余, 还要投注心念在他的身上, 控制他的心神, 耗时太久, 不免也有些虚弱。 当然, 最关键地还是三年前大东山上留下地伤势, 夜流云如云中龙般探出地一爪, 庆国皇帝破天裂地地王道杀权, 让四顾剑这位大宗师重伤如私, 残喘至今, 已至尤禁登窟之时, 影子便是选择在此刻出手, 他选择了一个最绝地时刻, 他地手中是一把古异盎然的剑, 寒若秋水, 剑光在一瞬间内, 照亮了整座城主府, 石阶在下一刻宛若变成了玉石一般晶莹, 影子的脚尖踩在这些如玉一般的石阶上, 轻轻一点, 每一点, 他地人似乎就亮了一分, 府中偶游几片轻轻落叶, 便在此时飞了起来, 伴随着他手中秋风秋雨仇煞人地那柄剑, 平天几分速杀, 杀, 影子手中的古剑, 刺向了轮椅上四顾剑的胸膛, 这一剑极为简单, 没有任何变招, 没有任何叙事, 甚至连一丝颤抖都没有, 在高速的刺突过程里, 明亮的剑身秋水无波, 平滑至极地刺了过去, 只是屈肘, 只是平万, 只是刺出, 只是这天地间最简单的一剑, 因其简单, 所以专注, 所以强大, 影子不需要叙事, 因为这一剑它已经等待了二十几年, 它已经叙了二十几年, 太快了, 当青青树叶飘起来时, 才愕然地发现自己都落在了那名黑衣人帝身后, 快到城主府内地空气, 在这柄古剑割裂自己的身体之后, 还来不及变形, 发出呼啸的风声, 因为快, 四周地环境来不及做任何变化, 庭院内依然是那般安静, 唯一变了地, 只有影子所触地位置, 它踩过玉阶的脚尖, 它身上的光芒, 光芒前端, 那柄光芒最盛的剑, 此时剑间距离四股剑地胸膛只有一尺距离, 风雷一剑, 范贤在这样短地时间内, 只来得及让眼瞳缩小了一丝, 他认识影子手中的这把剑, 当年玄空庙上刺杀皇帝陛下时, 影子手中就拿着这把剑, 范贤甚至对影子的这封雷一剑都感到熟悉, 因为在玄空庙外, 高楼之下, 趁着漫山漫野地金黄菊花, 影子曾经穿着一身白衣, 从太阳里跳了出来, 直刺皇帝面门, 那日地影子身着白衣, 宛若天上折仙, 大放光彩, 素色古剑在手, 飘然而至, 今日的影子身着黑衣, 依然是那把素色古剑, 身上地光彩依然大肆绽放着, 但却带着谷来自地底最深处的幽冥寒意, 就像是个被囚禁了上万年的怨魂, 要将所有的愿意, 都凭借这一把剑释放出来, 范贤的手依然扶着小皇帝地腰, 他的眼瞳微缩, 身体却来不及, 做出什么动作, 他逼心头一片惊骇, 踏实阶, 月清夜而来的这一剑, 是何等样的不可阻拦, 是何等样的快速, 快到连自己都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甚至隐隐已经突破了时间地限制, 影子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刺客, 时间查阅前后, 两任主人最亲密的黑夜保护者, 自逃离东夷城之后, 便一直沉浸在黑暗之中, 从来没有行走在太阳底下, 即便上次在玄空庙次甲, 那看似光彩的一剑里, 其实蕴藏地还是小异于谨慎, 一击不中, 即刻撤走。 而今天的影子, 与往常地影子完全不一样, 它整个人似乎沉浸在黑暗与负面的情绪之中, 这一剑却是次第无比光明正大。 数十年地修为权术凝结在这一剑之中, 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任何后路, 任何退路。 它只是想着前进, 以吴上帝勇气与执念选择了前进, 只求将这柄剑送入四顾剑的胸膛之中。 在这一刻, 影子不再是一位刺客, 它是一位剑者, 一位复仇的剑者, 一位值得尊敬和敬佩的剑者。 风雷一剑, 比风更要轻柔, 更要无踪无际, 更要快速, 比雷更加耀眼, 更加震撼, 这是影子所能施展出来的最强一剑, 不论是范贤, 海棠还是谁, 此时坐在轮椅上, 突然面迎这一剑, 只怕都逃不过去。 因为这是二十年来, 影子真正刺出的第一剑, 是用时间地长河, 怨恨的幽冥情绪, 淬炼了无数糟的一剑。 甚至在剑尖破空的最后那刹那, 竟是隐隐到了另一个层次, 就像四顾剑先前教导范贤时那样, 唯与心意相通, 方能如此。 没有什么比人帝心意更快, 没有谁比影子此时的心意更加坚决, 更加阴暗, 更加光明。 阴暗在于仇恨与复杂的情绪, 光明在于不顾一切的决心。 范贤浑身上下地肌肉紧绷, 体内霸道真气快速运转, 只带心念反映过来的第一事件, 便要带着小皇帝逃离此地。 然而在这样一剑地面前, 他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四顾剑能, 虽然他已经游进灯窟, 虽然他重伤缠绵三年之久, 虽然他今日图进城主府, 大号心神, 可他依然是位大宗师, 不能用常理判断的大宗师, 只是四顾剑的表情和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他的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双眼里明亮到了极点, 又半边碎过的脸颊, 在这一刻宛若丑陋而恐怖的天神一般, 散发着凛然之微。 便是连大宗师也不会轻视这样的一件。 但是大宗师行动不便, 只剩下了一只手, 他唯一能动的似乎只有这只手。 所以四顾剑动手, 抬起左臂, 在自己胸前四寸之地展开中十二指, 然后并住。 他用两根手指夹住了风雷一剑, 然后他的脸色更加苍白, 双眼更加明亮, 表情更加肃然, 因为两根手指尖的那一剑, 仍然在往前突进着。 啊, 影子就像是四顾剑的影子, 紧紧贴着轮椅, 一声狂叫, 如风似颠, 如痴似狂, 如气如素, 如喜如怒, 踏着二十年前逃亡地路, 握着家族尽丧, 父母同亡的苦, 狠狠地扎了下去, 扑的一声, 寒若秋水的骨剑, 摩擦着四顾剑关节凸起的指节, 发出滋滋的声音, 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焦糊味道, 强横无比地突破了四顾剑的指剑, 刺入了四顾剑的胸膛, 剑间进入大宗湿地身躯只有两寸, 便再也动不得了, 因为四顾剑的眼睛已经亮到了极点, 如同两颗星辰正在散放着光芒, 打在了影子同样苍白的脸庞上, 而他的手指就像两座大山一般, 将影子的风雷一剑, 摇在了山石之间, 再也无法寸进, 一瞬间的停顿, 一脸苍白的范贤闷哼一声, 抓着身旁的小皇帝腰身, 就像一只大鸟般斜斜飞掠而起, 从轮椅后方脱离, 划破长空, 王府旁的青树下飘了过去。 如果他还留在轮椅之后, 他或许只会受伤, 但是小皇帝肯定会在四顾剑于影子的双重攻势之下, 心脉尽断而死。 飘向青树之下, 范贤脸色苍白地在空中强行回头, 然后看见了令自己惊心动魄, 永世难以忘记的一幕。 四顾剑的脸色极为苍白, 影子地脸也极为苍白, 这一对兄弟二人, 自当年东夷成雨夜之后, 再也未曾相见, 此时却紧紧地贴在一起, 含面相应, 并不有趣, 只是令人心寒, 他们地身体贴地极尽, 只是中间隔着一把剑。 四顾剑胸膛之上, 剑尖带出一捧鲜血, 顽强地想往里面钻进去。 而这位大宗师却像是根本没有感觉到什么, 只是用那双明亮的有些恐怖的苍老双眸, 看着影子, 左手的两根手指, 稳定而可怕地斜着那支剑。 一致, 心念, 只是一眼, 一瞬间, 城主府地庭院内, 空气却陡然间变了, 就像是无油生出无数锋刃, 割裂着空气, 发出痴痴的声响, 由四面八方而来, 严顿着奇妙的, 肉眼无法看见的轨迹, 展向了中心地带, 展向了影子地身上。 影子的身上依然穿着监察院特制的连衣, 这种衣物是三处研制了许多年后才得到地产品, 可是在这些漫天渐气的侵袭下, 依然只抵抗了片刻, 便开始脆弱地破裂, 展开一道道小口子, 衣物材料翻开, 像婴儿口一样。 无数的口子, 在一瞬间内出现在影子的身上, 开始向外渗血, 而四顾剑真正的反击并不在体外, 而是在影子的体内, 那股强大的冷漠的嗜血的剑意, 随着这一指, 这一眼, 毫不留情地顿入了影子的身躯之内, 让他的五脏六腑在这一刻同时震荡了起来, 鲜血从他的体内渗出, 顺着他的嘴唇, 往外觅觅流着。 影子苍白的面容上, 嘴唇里不停往外躺着血, 是躺不适流, 似乎永远没有止歇的那一刻。 而影子没有一丝害怕的情绪, 他反而笑了起来, 苍白的普通的脸庞上泛起一丝苦怪的笑意, 笑声响彻成竹府四周, 笑声里挟着疯狂的哭意。 啊! 影子疯狂地利嚎着, 就像是一只发狂的野兽正在因为什么痛苦而哭泣, 他将全身的真气都送到了手中地剑上, 根本不在意自己体肤上所遭受的痛苦, 只在一剑间与四顾剑心脏的距离。 一股强大的气波在两个人之间爆开, 震得轮椅四周地青叶碎成丝楼, 化成无物。 轮椅终究不是人地双腿, 随着影子的全面爆发, 轮椅快速地向后倒退, 速度越来越快。 而四顾剑手指夹着地内丙剑, 也正在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 向着他的体内探去。 四顾剑的脸越来越苍白, 眼睛越来越亮, 影子的脸也越来越苍白, 唇里躺出的鲜血越来越快, 地上躺出了一道血路。 范贤看见的正是这一幕, 两个苍白地人, 一者吐血, 一者沉默, 进行着最疯狂, 也是最冷静的厮杀。 他避手不由颤抖了起来, 他不喜欢四顾剑, 他理所当然应该帮影子, 只是如果他要出手。 先前在四顾剑地身后, 他已经出手了, 以四顾剑如今的残缺之躯。 范贤和影子两大强者, 同时抱起出手, 只怕还真有几分成事的可能。 影子则不会像现在这样苦, 这样悲, 这样痛。 然而范贤一直没有出手, 只是颤抖着, 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这和南庆与东夷城之间的协议无关, 和四顾剑与母亲, 五竹书, 费介先生当年的情谊无关。 他答应为影子营造复仇地机会, 但他不会参与到影子复仇的过程中。 虽然他不清楚很多年前, 东夷城城主府灭门惨案, 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故事和秘心, 但他尊重影子。 影子是骄傲的剑客, 至少在今天, 他不是以一位刺客的身份来面对自己的兄长, 东夷城的骄傲。 影子心头永远的恐惧和痛楚。 如果范贤此时出手, 影子不会答应。 范贤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选择了旁观, 颤抖的旁观。 喀登一声, 轮椅终于退到了庭院地后方, 另一面的石阶之下, 再也没有丝毫退路。 如此高速地冲撞, 轮椅顿时断做了无数碎木片, 满身血水的影子, 眼中疯狂之意大作, 终于将手中递剑向前再递了一寸。 为了这一寸地距离, 影子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四顾剑的嘴唇抖了起来, 用怪异沙哑的声音笑了起来, 笑声之中, 跌坐在石阶下的他, 双指星号星号, 那并插在他胸上的剑趴的一声断了。 影子没有笑, 剑尖断在四顾剑的胸膛之中, 他的手中还握着半截残剑, 却是似乎根本没有任何停顿的刹那, 那半截残剑自然无比地, 顺着力于四顾剑胸膛的颤颤剑尖, 再次插了下去, 深深地插入了四顾剑的胸膛。 从出现在城主尸身背后, 到踏街而下, 从刺中四顾剑的胸膛, 到冲着轮椅连退石杖, 直到最后的残剑刺下, 影子这大放光彩的风雷一剑, 其实总共只有一剑, 没有断绝, 剑以连绵至今的一剑, 唯一的一剑。 因为影子此生, 只可能有一次机会使出这样的一剑。 残剑并不锋利地断口路进四顾剑的胸膛, 并不顺滑, 相反有一种瑟瑟的感觉, 似乎是在割裂着血肉, 很痛, 很痛。 影子似乎也能感觉到对方的痛, 因为他自己也很痛, 痛得浑身颤抖, 低着头, 沉默地刺着, 割裂着。 割裂着过往, 二十几年前的过往。 在一着瞬间, 影子似乎看到了许多东西, 看到了很多年前, 那个白痴哥哥在城郊一块荒地上, 偷偷摸摸搭起了一个小草炉, 然后得意地说, 这里将是以后天下的五道圣地。 还是个小孩子的自己, 在一旁有些不懈地看着那个破草房子, 看着偶尔进入那个草房子的瞎子和女子, 然后有一天, 小孩子对见这个东西开始感兴趣, 白痴大哥很认真地说, 你想学吗? 你想学我可以教啊。 学见, 是件很苦很枯燥的事情, 草炉里的两兄弟成了众人眼中的傻子, 都说成主府不知是不是得罪了神庙。 竟然有两个白痴, 府里的兄弟姐妹们, 没有人理会这两个白痴, 或许当时有些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只是个小孩子。 然后便是那个夜, 所有地人都死了, 小孩子恨地人死了, 爱地人也死了, 他养地猫和狗死了, 他的兄弟姐妹, 书拜死了, 疼爱自己的父母也死了, 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只有他浑身颤抖地站在府里的围杖之后, 看着白痴大哥手中那把滴血的剑, 看着那双没有任何表情的眼眸, 开始感到害怕, 因为他确信, 如果自己不离开, 这个白痴大哥一定会杀了自己。 那或许是四顾剑真正成为一位大宗师的一夜, 也是城主府最小的男子, 开始逃亡的一夜, 从那夜之后, 影子便成为了影子, 永远只能在黑夜里生活, 再也没有见过一丝阳光, 因为他弟兄中充满了愤怒仇恨怨毒, 还有害怕, 他晚上不敢睡觉, 因为每次在夜里入睡, 他似乎总能看见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 所以影子的脸越来越苍白, 他知道如果不能杀死那个人, 这一生都只能在黑暗中度过。 那个人成了剑圣, 成了东夷城的主人, 每当听到这些消息, 他都会觉得自己永远只能是那个浑身血污, 颤抖不敢言语的小孩子。 很多年后, 继续了二十年愿毒复仇恐惧的一件, 终于刺入了那个人地身体, 这一件凌然穿越了二十年地时光, 带着无比复杂的情绪, 终于尝到了那人血的滋味, 可是影子并没有完全解脱, 他依然浑身颤抖着, 因为他发现自己地身上还是那么多的血污, 因为四顾剑还没有死, 四顾剑的身上也都是血, 只是不知道哪些是他自己的, 哪些是他兄弟的, 兄弟的血往往可以互相交换, 但不应该是眼下这幕交换的模样。 两个人身上的衣裳, 被此刻纵横于府间的剑起, 撕裂成无数碎片, 狼狈不堪地挂在身上, 四顾剑的眼帘微垂, 似乎快要争不开了, 但他瘦小的身躯却和影子一样, 开始急剧颤抖了起来, 四顾剑双指夹着那半截剑尖, 如闪电一般拔了出来, 割向了影子的脖梗, 影子没有避让, 左手并指为剑, 向着半截剑尖抽空后, 露出来地血洞里扎去, 以命换命, 不死不休。 他地一声闷响, 两个人的身体急剧分开, 影子像是一颗石头, 被震起一路烟尘, 沿着那道血路快速掠回, 重重地撞在石阶之上, 吐血不止, 喘息难停。 四顾剑姬坐在另一边的石阶之下, 胸上立着半截残剑, 半截剑尖却粘在他的手指之间, 他冷漠地看着对面石阶下的影子, 一道血水缓缓地从他地唇间流了下来。 城主府地庭院里, 陷入一种令人恐惧的沉默。 范贤和小皇帝远远地站在青树之下, 面色苍白地看着兄弟相残的这一幕。 小皇帝不知道那个黑衣人是谁, 但至少可以看出对方帝实力强大到了极点, 不然也不可能和四顾剑相持如此之久。 然而范贤清楚, 终究还是影子败了, 虽然四顾剑已经到了尤禁灯窟的那一刹那, 但大宗师就是大宗师,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依然能够骄傲地站在人间个人武力的巅峰之上, 虽被山风静吹, 时刻有舵下陈俗之鱼, 最后却依然站稳了脚步。 然而, 影子应该感到自豪, 范贤的双眼微感湿润, 心里也替他感到自豪。 一位酒品上的强者, 看似强大, 但是能够在单对单的正面决斗中, 将一位大宗师伤成这种狼狈模样, 实实在在是一种超水平的发挥。 而最后那一瞬间, 四顾剑已经用大宗师的境界, 强悍的意志, 控制住了局面, 明显可以杀死影子, 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 有怜惜亲弟之意。 范贤不相信这位是血好杀的大宗师, 会有这种太过温暖的感觉。 场间安静许久之后, 四顾剑忽然沙哑着声音开口问道, 如果认真算起来, 你应该是剑炉的第一位弟子。 影子躺在血泊之中, 没有樱化, 只是无情无绝地看着他。 四顾剑咳嗽不止, 说道, 你能够使出今天这样的一剑, 也足以自豪了。 半晌之后, 影子忽然开口说道, 为时, 吗? 为什么那一年四顾剑会性情癫狂, 大杀四方, 途径亲族, 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亲也不放过, 连自己的幼帝也不肯放过。 这个问题不知道在影子的心中 盘缓了多少年, 在今天这种场景下, 他终于问了出来。 四顾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范贤也知道, 然而四顾剑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冷漠说道, 拦在我面前的人, 都必须死, 你跟了我们一天, 也看了一天, 本以为你能使出那一剑, 应该是你明白了什么, 没有想到, 你还问出这样幼稚的问题。 小弟, 你实在是令我很失望。 此言一出, 范贤心头大惊, 原来四顾剑早就察觉影子 一直跟随在侧。 这一日四顾剑对自己的教导, 原来不仅仅是针对自己, 还希望暗中窥视的影子, 能够从中感受到什么。 影子也沉默了, 那双寻常的眼眸像野兽一般 狠狠盯着远处石阶下的四顾剑, 一言不发, 当年的惨剧与今天的话语, 他不需要去分辨自己应该相信什么, 只需要确认自己相信什么。 范贤顺着影子的眼光看过去, 看见了四顾剑胸腹处 那道恐怖的大伤口, 一片模糊的血肉, 上面隐隐泛着清光, 像是某种毒素, 却格外奇妙地保持着 那片本应该烂死脏腑的最后声息。 这是大东山上, 庆帝送给四顾剑的那一拳, 四顾剑本应在很久以前就死了, 但他却偏生能狗活到现在, 其中必有隐情, 尤其是胸腹处那道恐怖的伤口。 四顾剑冷漠地用最后的衣衫 遮住自己腹部的伤口, 看了影子一眼, 又看了范贤一眼, 说了最后一句话, 剑者乃凶器, 非圣人不能用之。 范贤沉默, 他马上明白了四顾剑这句话的意思, 剑者乃凶器, 非圣人不能用之, 而圣人本来无情。 你们能用来 Seko尔的一拳, 当您是很好的偏感了五项目。 参阅就是这样, 那边缠慢了五项目。 然后那边缴头剑,